我们家座的最后一位 也就是我们新竹市立益动物园 邱文杰现实事务所 某一种程度新竹动物园也象征 我们小小事务所一种延续 某一种程度很希望公司的年轻后径 可以跟上然后去学习怎么样 你的暗示从都市 要把它点燃 怎么去影响周边环境 当一个本来已经快没落的 没有能量的地方重新再过去 其实建筑师坐来坐去 看到这些是最快乐的 一样的 实在物美是一回事 如果去可以希望看到 台湾几十年来的伟商建筑 有一个撒旦企图想要填补 五零六零七零八零年代台湾临时性建筑的那种 相丑 然后把它变成一种 我开玩笑说变成一个LV的物件 因为我实在很痛恨 我一张建筑都这么迷人 可是都这么丑这么的危险 那种矛盾太强大 强大到我没办法做那么乱的东西 我把它against 我要做个很简单的东西 把它变得掉 但我把它变得掉是因为我开爱他 有点像这件事情 就是说一个中年男子的一种 对他年轻岁月的总结 对台湾的情怀 很高兴有被看到 我都开玩笑说我想穿个LV跟他 然后开法拉丽跟他讲说 我建筑是做的乱棒的这样子 很惨的不是这样子 但是那个心思真的是这样 就是说怎么样走进社会去撼动这个东西 让建筑提升到更容易沟通的level 我觉得是我的命运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都能够展现出来的 很多人社会大众 都觉得说建筑师跟祭师跟工程师有什么不一样 我说当然不一样 一个是探讨人社会 还有历史时间加上大自然的包容 这一个种剁手 也就是我们都市的建筑师 就是变成我们都市点词曾经的魔术 这位间就只有建筑师能够做到 我非常震撼地发现建筑物跟设计这个行业 已经打动了台湾的人民 也许以前认为要大师 所以以前曾经有这些大建设的技巧 还在进行 可是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理事长曾经提到 我们能够合在一起 在这里我相信都是很严重的 要处理目前很多政治原因都希望PCM 用PCM来回来控制建筑 这个大问题我们一定要面对 另外一个是私部门本身的房产商 长期被认为好像是一个掠夺者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 整个台湾城市的疯狂 其实是由他们来做 而且他们并不见得看不见这个可能 要怎样更好 这些都说明社会的价值 以及建筑已经产生的社会价值 其实都是对我来说建筑界的能力